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门巴萨的火车站 现在已经是过了安捷,把这个票也取好了 这个火车站也是中国人修的 我跟陈墨还是买的头顿舱 4500线利 买票的网站我发到这个字幕上 过了安捷,现在进来了 我跟陈墨呢,我们准备上楼 我们是打包了这个KFC 大家到了都很早啊 反正最好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到吧 因为这边一个多小时吧 这边又安捷,又要取票 它呢,你预定了以后呢 它会给你有一个网站上会显示 有一个预定number啊 就是你到时候就把你的手机号和预定number一输入 就可以在那个机子上把票打印出来 可算是找了个地儿啊 到那边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 这个就是预定信息啊 在网站上出的这个啊 尤其是这个预定number 你们拿手机一定要拍下来啊 记录好啊 它虽然说的是要给你手机上发个信息 确认一下,但是好像从来没有发过 我们打包了这个肯尼亚这边特色的KFC啊 它的这个鸡翅鸡腿啥的 你看就这种黑色的 在别的地方还不太好搞 我跟你说 反正我就是在肯尼亚见过这个东西 这个味道呢 怎么说呢 应该是放了点什么焦糖 然后怎么样 就是在别的国家我还真的没见过 就这种颜色 这种口味的这个炸鸡 这个小朋友要找我照个相喝个饮 你还好吗 对 我可以说谢谢 谢谢 阿桑提阿桑提 You're so beautiful 哈哈哈 好好啊 他叫他妈妈带他过来找个相 好像也不需要再检票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镇河 镇河看到了吗 镇河下溪啊 那个镇河 137年至1433年啊 镇河呢 他的这个船队啊 就来到过门巴萨这边啊 这还专门立了一个雕像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准备上车去 好了 我们是头等舱 一号车厢啊 在这边 我刚已经是给他捡过了 哈喽 哇 车厢里好凉快 我喜欢我喜欢 回到那罗币温度 肯定一下子舒服好多 准时发车啊 准时发车 差不多五个多小时呢 不着急不着急 水已经备好了 二级也拿出来了 唯独啊 就这个玻璃 可能它有点不清晰 也有点模糊的感觉 走了一下午咯 太阳快落山了 六点多钟 这类火车啊 就这个玻璃 还没搞懂啊 这个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吧 还是怎么回事 还是没有擦干净外边 其实这个 桑西西雾门门门的呀 再好的景色 这样子看呀 没心看呢 没褶啊 经过五个小时啊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那边吗 这边还不 我们已经是回到了内罗币了 哎呀 内罗币的温度啊 舒服的很 把它冲门出去 可能还凉啊 现在 前面这个大哥 可能脚受伤了吧 我估计出去 还感觉会冷的 现在温度 应该是个 十五六度的样子吧 还是这舒服啊 现在是八点多 我们不是预定了一个公寓吗 人是真多啊 基本上都坐满的啊 大家要买票的话 都是提前个两三天买啊 看去哪去搞 搞个速度车 这外边应该能搭到网约车吧 应该不少我觉得 就用Uber或者是Boat就可以了 这个火车线路 比我三年前来的时候 那人多多了 真的 你们看这个停车场这个规模 当年修的时候可能还显大了 现在都是满的 人好多 我跟陈墨我们叫了个车 能找到吗 蓝色的车三岁三 哇 这怎么拿走 蓝色的 这边啊 停了几百辆车 真的不好找车的 我们都跟那司机沟通 都不知道自己在哪 他这边管理真的蛮混乱的 应该搞上一个标识嘛 比如说A区 B区 C区 是不是 第几排这样子 好说一点 这最基本的 这边没有的 那边 哎 怎么咧 他刚才不是跟你搭讪了吗 搭讪我没听清楚 他说啥 我还以为他是 搞笑的 这个司机跟陈墨搭讪 什么戴个耳机 没搭理人家 哎呦 带着我还到处转 这个真的 哦 他车到底停到哪了 这个 哎呀 太不容易了 找个车 我还只能坐前套了 走 行 Let's go Let's go 在这个 内罗币这边 跑这个车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小侧侧啊 现在的温度啊 18度啊 晚上最低温度16度 白天最高温度24度 内罗币 真的是我 走遍全球 这么多国家 这么多城市 是吧 所知道的 这个天气最好的 因为他全年都这样 不是说现在这样 他全年都这样 一年四季 是吧 到了到了 我们这是在网上订的 沉默找的一个点 他跟房东联系 我们我们总算是安顿下来了 最近这一星期啊 肯定得想办法 弄上一套三十一厅的好房子 因为我们下个月 还有个小伙伴要过来 把头发了没有 没事 我怎么也离光头 哎呀 走 怎么样 怎么走的 他们也是也是要照那个吗 用金肯定是要给平台的 对对 房东给发了个密码过来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好 也是个两十一厅啊 看一下咋样 哇 感觉还行啊 这个就是 紧凑的小户型啊 这个卫生间 厨房 冰箱都有 我们就在这也就住一个星期啊 定了一星期 就把这在个跑谷间一样 书房一样 我靠 这是他妈的两十一天 好坑 这应该是个国道阳台的风 那些吧 睡大厅比那个高 对啊 还不是睡客厅都比这个强啊 他 这个主卧还像个人样子 嗯 还可以有个 有个那么小个阳台 洗衣机 给洗个衣服 稍微收拾一下啊 快 快十点钟 还有工作呀 我们是 沉默呢 都周边超市去了 买上点早餐 什么的 我的话还得赶紧的 把活干了 在这个门巴萨林海拔的地方 灌的水没喝 到了内罗币一千七的海拔呢 内罗币这边就是海拔高一点 但是呢 整体的非常舒服 这个温度真的太舒服了 反正没有谁去家里装空调 反正基本上都不也不需要啊 这个你天天二十多度十几度的温度 太舒服了 明天的早上我跟陈默去看房子 刘勇帮我们介绍了两套 然后看一下 那俊超呢也帮我们找了两套 也去看一下 最后争取再多转一转吧 这反正我们这个房子订了 一个星期 跟那个房东谈的 反正就是200块钱一天吧 人民币差不多一个星期是1400块钱 刚好两个人反正集集 没问题 但是我们 12月4号 有个小伙伴要过来 我们的客服小妹过来 所以说人家女孩啊 所以说我们就得给人家安排一个独立的房间 是吧 条件好一点 第一次跑到非洲这边来工作 知道吗 也是我们的合伙人 好 这个视频到这结束啊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这是在环球旅行的间隙啊 顺道创了个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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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